我就试了一场戏 我运气比较好 我就试了一次戏 招摇 你招摇试过戏吗 招摇见了一下导演 那你就是没试过戏 基本上 下名 谢良辰 年龄 十九 我 魏英洛 天生脾气暴 不好忍 哈喽哈喽 副茶师妹来了 你们都不吃 我就觉得我好罪恶 今天我们就像戏剑 建筑一样的 就为了白鹿后面那个戏 建筑 你们讲讲你们试戏的感觉 感觉 我觉得 我就试了一场戏 我运气比较好 我就试了一次戏 招摇 你招摇试过戏吗 招摇见了一下导演 那你就是没试过戏 基本上我们试戏分两种 一种就是让你去演 还有这种导演聊上两三句 就觉得很好 就定了 对吧 那你就属于后者 比较幸运的 对 幸运 我真的是从来公司以后 才能开始试戏的 之前你也试戏 之前就建筑无数次 但没有一步是世上的 也挺怕建筑的 因为没成功过 就有阴影 经验 都是经验 现在建筑也很难 我当时建筑都几年前建的 现在只会比以前更难的 因为娱乐圈寒冬 现在就是试完都觉得聊得很好 然后也觉得自己也感觉很好 但是就是可能人家有更好 或者更多的备群 现在就是这样 竞争比较大 前段时间一直在尝试不同的导演 不同的组去见 去试 觉得其实还蛮适合的时候 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 因为现在确实这一行 你也知道是寒冬 所以不太好混 对 白露是一个特别有想法的人 没有 他有的时候 我看他还挺主动要求试戏的 你去见还是试一下比较好 对 人家会对你有个底 你看他是什么样 之前有个戏女一号找他 绯闻女孩 他看完剧本 他不喜欢女一号 他喜欢演女二号 去见面当天他有不要试戏 就给他试了一段戏 试完以后 导演就不用他了 导演觉得 他要的是一个温柔的 觉得白露太有个性了 请你温柔起来挺温柔的 不是 我到现场绝对可以 但那天可能我试的感觉 不是他要的 因为有的时候试戏是这样的 好的演员都希望 把自己另外一面展现给导演的 但这个另外一面 有的时候就不是导演要的 一般导演看中谁 就是谁的本色 或者你上部戏演的感觉 我不知你们认同 我更喜欢颠覆的感觉 你看景言以前一直是很温柔的 她也没演过不温柔的角色 你误会了 我就是过年想我爹了 那我阴落之后她就变刚了 谁要是再叽叽歪歪 我有的是法子对付的 今天我们就是一个师哥师姐 来传授一些经验给小朋友们 因为他们都很小 然后游几场戏就要你们去搭一搭 大部分交给白鲁 跟他们搭戏你们不要保留 因为如果你们很强 他们也很强 那么他们正好展示一下 他们的演技 如果你们很强 他们弱了 那让他们知道 这一行不是那么好混的 继续努力地去学习 今天人比较少 这都是某了劲今天要竞争的 对 徐老师 周老师 也许久不见 之前指导这个演员 他戏很好很稳 又贺 为什么 来到这儿了呢 我觉得他们过来的也不差 时光的秘密已经没选上了 那么徐楼春一定要演好 我肯定是有信心的 就是想把自己准备好的一面 尽力地去发挥出来 好了 各位演员 今天我们进行我们第二场的试镜 这次试镜是我自己写的一个剧本 叫《御楼春》 今天请来我支持御楼春的女一号 白露 另外还有徐凯 吴景岩 一起配合来跟大家搭戏 然后是Casting团队的老大杨念波 好 好了 一块期待大家表演 本次面试开放三男两女五个角色 分别是 匠门出身脾气火爆的孙家大少奶奶 吴月红 勇猛无味不解风情的武将孙俊豪 痴迷钟表制造的顽固子弟孙金格 虚情假意 诡计多端的鸣鸣 讨腰 对孙家心怀仇恨为复仇不择手段的 甲逢源 好 我们第一个试镜决策是孙金格 唱龙孙金格吗 都是金格 这一排的 孙金格不一样 我们的孙金格都不一样 对 不一样 挺好的 个人个人的理解 对 每个人的孙金格都不一样 孙金格 孙家三子 完事不恭的他对钟表等机械制造颇感兴趣 却被人误会游手好闲 顽固无能 有请第一位视频演员 昌龙 视频演员 昌龙 我为什么比他还紧张啊 龙哥可以的 龙哥可以的 让你们看看什么叫演技 这是一个非常棒的演员 他穿了身轻装 老师好 我是演员昌龙 然后我饰演的是孙金格 准备的是哪一段 我这段是孙金格来找四奶奶要钱 那星如枪帮我搭一下小翠 白鹿搭一下林少春 Q一下辣母羊子 请一下辣母羊子 蒙了 蒙了 上来直接出演去了 辣母羊子帮我搭一下吴月红 好 我好紧张 我感觉跟我考试一样 考和你一样 真的 我的天哪 我都在发抖 昌龙 饰演孙金格 荣若家的 荣若家的 我问你啊 这个月的月钱 为什么少给我三钱 四奶奶临时发放月饮 没有通知我娘 四奶奶如今涨嫁 我知道她官虽大 可不应该这么欺负这个三哥吧 我跟你都说不着 你去把你四奶奶叫过来 去 真不巧 我们四奶奶今天不在家 她屁不在 她绝对在呢 她就是躲着我 你去叫 真不在 她不在是不是 你说她不在 她不在 她不在没事啊 不在我就等她 我看谁耗得过谁 来吧 耗吧呀 我倒点水 哎呦 自己倒 你心被我冲你啊 三哥要打谁啊 四奶奶 大姐也在呢 来 来的正好 我告诉你 你把窗我的三件银子还给我 为什么人家都有我没有啊 这哪能呢 这每块银子都是我亲手撑的 你亲手撑了 你再给我撑上 来 你撑上 你看够不够亮 来 三哥竟不知道银钱离手 盖不认账的道理 既然当场没发现少了 说我难给你补上 再说 谁是这块银子 是不是先前那块呢 这怎么不是先前那块 你 你自己 你拿着看一眼 你看一眼是不是先前 我动都没动这银子 你就是不想给我这三块 是不是 我告诉你 你今天不给我 我决定不走 我一定不走 你不给我 这事没完 三哥 你要干什么 这个不要脸的 坏了你 干什么你 我拿钱怎么 我拿钱怎么不对了你 把钥匙给我 给不给我 我拿我自己的钱 怎么 三爷 不能这样 你躲开 不能这样 三爷 为什么不能 我拿我自己的钱 为什么不能啊 我插了这三千 我插了这三千 怎么不如 你们插了我三千银子 我告诉你啊 该是我的 我就拿走 不该是我的 多了我一定给你们还回来 好不好 咱讲理 咱又不是不讲理的人 三爷 你们别弄 别启开 别动我 三爷 三爷还可以 我觉得好在人物感觉里面 你抓人物状态是没有问题的 从头到尾都对 也是我要的身经格 但是你在这个细节里面 我还是希望你加强 柜子呢有点可惜没出来 我们打开发现柜子里都没什么钱 那个反应还没出来 那可惜 OK 我们等着下一位进来了 好棒 邓老师 谢谢